108 明報 食完鹹魚飲可樂 2015年7月22日富康時代 D05文里八百林燕尼朋友猶大澳 為我帶來鹹魚一條,忍得我看見這條鹹魚意食指大動 那是條生曬靚鹹魚,扁扁平平的 朋友說這是籌白,骨多蛋圓 吃之事不要心急,慢慢吃自然吃出魚香味道 朋友再次強調,這時鮮魚生曬,應有信心 好的,那就預備一鍋白飯,預備跟鹹魚來個約會 既得狠久前已知道,鹹魚頭還可以做湯 加蝦肉加蝦豆腐以好好味 只不過母親以前怕鹹魚腥,不會多吃 還有一樣,人說荔枝三把火,鹹魚頭可以下火 所以多吃荔枝之後,喝他兩三次鹹魚頭湯已經可以 一物之一物,也佩服中國人的智慧 狠久以前已懂得天地陰陽互相協調關係 五行之間的互相配合與克制,也真奇妙 所以,近年都說吃鹹魚會致癌 但不少人不吃鹹魚也一樣有癌,這又難以解釋 當然,多吃也無益,正如說,什麽吃多了也會懷腸胃一樣 朋友最愛說的是,吃飯的人還不是一樣要死 鹹魚中我愛的是梅香,其實要說不為生 以此為罪,據說不是生賊 二時代先與開始返回財家鹽處理 自己也不知真正即制方法 只知道梅香鹹魚更好味 以前還可以買到一瓶瓶油浸鹹魚,現在彷彿成了極品 也不是隨便可買得到 鹹魚是道可圈可點的佳餓 但不喜歡它味道的大有人在 總之,互相包容自可為同吃 鹹魚雞粒炒飯也是美味 不吃鹹魚,吃雞粒炒飯也可以吧 吃得鹹魚抵得渴,也真正確 基本上鹹魚帶鹹,不帶鹹的醬可以稱之為鹹魚 正如說,鹽下多了也鹹,豉油多了也一樣會鹹會口渴 鹹魚一小片片可以下一大碗飯 難怪當年不少人也會明白鹹魚白菜也好好味 因爲始終,是一家人在一起,吃好鹹魚 互相關懷的家庭味 至於喝也不喝,對自己是沒有問題 因爲我的飲食格然是,吃完鹹魚飲可樂 不信可以試試,完全另有滋味 就算uar本身用盤 鹹魚付 至少女鬼 再一次